安安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烤機 烤機不是碳烤機 也不是什麼鹽水機 就是一般知草的烤機 那為什麼會單獨想聊這個 因為這個烤機有點細 可是跟你設什麼MEO KPI烤機 因為烤機一般來講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之前我們節目有講過 主管要不要給你加薪 要不要給你升鉗 要不要什麼 那都是形式上的一部分 儀式感 儀式感 要不要給你早就已經決定了 只是說他要確定這東西是100%給你 我間接給你 我給你排個形式 但是沒有給你 用輪的嘛 叫輪的嘛 排順序嘛 儀式很多都是這樣嘛 我名額就是這些 這裡有50個人 那只有三個名額 媽的 第四個第五個 你永遠不會上 我永遠跟你排啊 排進去啊 排第四個啊 你也不會上啊 所以一二三個繞賽 沒到去 機率不高 所以事實上烤機這種東西來講 事實上是什麼 是有點假的 但是有點又有約束力 如果烤機給你差你就不用玩了 我給你好你不見得有 所以烤機這種東西 一般來就是平衡 事實上烤機就是平衡數 舉例 現在很多公司大公司的 不要說大公司的 很多公司的烤機是什麼 例如說 英文數字 我們就講這什麼 最好的啦 第二好 第三好 第四好 最差的吧 最到處差 最差就不用玩了 被約談了 最好的 一般來講你不會轉 一般就是第二好 第三好這樣再分 以此類推 最好就是用輪的 好用輪的 賣的也是用輪的 烤機這種東西就是個全力劃分 你不乖打差 合理 你乖打給你 OK我給你之後不見得你能晉升加金 你不會加 有沒有加金 不一定 但是我給你烤機是一個什麼 就是我自己的第一關卡 就舉例來講 我今天來講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要給你 你今天要升關 哪有講我不見得挺你 但是我如果給你打一個很差很差的烤機 然後得了績效 你很難試上去 儀式感沒有錯 所以烤機來講 事實上某部分來講 這是什麼 事實上它就是用權力跟特權 它的確是權力跟特權 因為看你怎麼形容 有沒有舉例 常常講的就是說 舉例 常常講說 今天如果一個公司部門 分三個部門 每個部門都有三個優 三個特優 三個優 三個假 三個X 每個都一樣 那你說不一樣 你是做幕僚工作 我說技術工作怎麼會一樣 但夠就這樣分 沒關係 比例你是技術單位 我給你多兩個 他給你少一個 對不對 但比例上比例原則是不會嗎 還是不太合理 就是說 但是事實上你要真這個真不完 所以這是跟組織架構一樣 但是事實上我們要表達 就是說烤機的東西是什麼 它事實上就是一個權力 它的確它就是一個活著那個令牌 斬 射 年 就這樣子而已 它就是一個令牌 的確是一個令牌 就是烤機一年來想打兩次對不對 年中間的時候打一次 年尾的時候打一次 年中間一次打那是什麼 事實上跟計程度有關 年尾是怎樣 不用講 就跟年中間有關 只是直覺啦 是不是一樣未必 對很多人說很奇怪 我今年升官 烤機被打很爛 到底怎麼算 人家也不知道 那烤機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 例如說我今天需要一個儀式感的東西 例如我今天需要一個儀式感 我幫你打很好 說很好很好很好 可不可以嗎 可不可以超接近嗎 對不對 那我今天要弄你 很簡單會打一個很爛很爛的 對不對 那你不走 我再給你打一個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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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它是什麼 它事實上是一種 影響性很大 但是事實上對公司執行不大 那事實上很多就是在質疑 就是說那烤機這東西 老實講這個大費周章 舉例 你今天一個人要打今天的一個烤機 他打MVO 他可能要打了一天 他要去想他的部分 例如第二個 他要打他的KPI 他要打他今天的技巧 來面臺一天跑掉 一個人最少最少 一年有兩天就這樣不見了 最少喔 事實上他也超過你們 你要上系統啊 審批啊 anyway的 一般人都大概三天 OK我們做到三天好了 好不好 三天 假設你的公司有多少人 你的公司有1000人 三天 一個人就三天 10個人就 30天 對不對 然後300個人就300天 3000個人就3000天 來舉例 把這些天數拿來用 老實講如果值得做不做就最 可是這東西值不值得 啊這兩人烤機對不對 這個人對不對 主管給他 挺他 他面臺他考級考很爛 那個 說白就把你 騙你的嘛 但是事實上一般人都伯仲之間 伯仲之間都是什麼 主管輪了嗎 為什麼 主管不是那麼愛心 那為什麼 他是不想要去惹出其他的 掩飾的問題 對不公平 那會衍生其他的問題 就是這樣均勻來講 我騎 我你是我要生的人 那我就提拔你 想辦法給你生對不對 給你優點對不對 那會議上給你多讚美一點 不喜歡你給你多 多給你扯兩點對不對 給你攪黃 這一來一往大家都可以心致度 你知道 這個人機才是好或壞 可以理解 對不對 那你是說有時候就是舉例 舉例來講 那一般來講 有時候被提引給一樣 你不要講太多 為什麼 正常是為了一個均衡數而已 事實上它是一個平衡的一部分 對 事實上 所以我們才要講 就是烤機這種東西來講 就是說 事實上它有沒有意義 然後它是主管中的一個方法 對不對 它裡面壓 壓破下面的一個工具 可是事實上老實講 這種東西 烤機又影響到一個人的心情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的烤機 影響到後面的一個晉升跟升遷 決定 你說我都好了烤機 然後都沒有晉升 對不對 更不爽 對 啊你都給我爛了烤機 然後晉升 你也會這個很不爽 啊媽媽 挺爽的 所以在裡面來講 是牽涉到很多的算計 可是事實上有用嗎 意義沒有很大 可是事實上烤機就跟中產很大一樣 它是因爲什麼 它是因爲人數龐大 它需要一個管理機制出來 可是事實上我們在講 如果說接下來的組織 如果越來越精簡化 越來越貶平化的時候 烤機的東西是不存在 爲什麼 不是說不存在 它漸漸吸血性會貶低 爲什麼 烤機這個東西就是爲什麼 它就是個權威性的東西 那我權威所以我要有烤機 對 但是以後如果是貶平的話 是爲什麼 主管沒有 就是員工直接都職通老闆 終於都不用了 爲什麼 實際上可以審訊很多的一個 管理者一個職學生 對沒有錯 管理職學生做什麼 就是用烤機來衡量 那如果不需要管理職學生 它是不需要烤機的 它不是說不需要烤機 它就不需要這麼那麼儀式感 它是取決一道正常的發揮 舉例 正常發揮是什麼 最簡單的 績效 每月的記獎金 記獎金或月獎金 這種東西是需要可能 例如說你這次做很多 就給你多一點 做很少就給你少一點 合理 它是浮動的 但是意外來講 不能都是靠短期 因為每個人都會做假象 所以烤機就是什麼 烤機事實上是給你增年的部分 但競爭是什麼 競爭是你未來的公司的貢獻度 公司覺得你需要養你這個人 很大的一個投資性 就是有點投資 像買房一樣 買好不買壞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用處 我再配你也沒有用 但是你如果是有潛力的 我再配你 所以事實上烤機升等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它事實上就是一種 管理機制的一個點 可是事實上這個東西 應該來講 各位如果來你回想一下 如果以後是一個AI的盛行的部分 你需要烤機嗎 你的資訊 AI都可以講得清楚 你在公司上 公司的一言一行 它都可以錄音 語音的部分可以建檔資料 你所做的TBT 資料電腦部分 它都也先在那邊 它比你還要了解你的 你問我檔案在哪裡 它也跟你講在哪裡 那情況之下 你覺得它會不知道 你的烤機在哪裡嗎 不會啊 所以這時候如果說 那你說這種烤機 存在不存在不 因為還是有人 所以我如果要有特權的時候 我還是需要烤機 所以等於說什麼叫特權 就是我可以去控制那個AI的部分 AI說這個應該給優 哎不 我要特權 所以我跟AI說給他一個列 給他一個X 為什麼 因為特權啊 所以這個特權會凝結在AI之前 這就是什麼 事實上這就是管理階層 更高的管理階層 特權就是特權 所以事實上只要有特權的存在 烤機就會存在 那以後就是AI的部分 它盛行很發達的時候 它管理制度 它是扁平化的時候 它可以大幅減少烤機的成本 但是怎樣 只要你有特權它就會存在 就等於是一片是平穩的 哎這地方是冒出一個什麼 鼓鼓的為什麼 它就是特權 那可以給它存在為什麼 因為你要特權 你值得特權 或你需要 或你可以擁有特權 就這樣子 但大部分的部分就是怎樣 就會不存在 所以以後來講烤機會是特權中的特權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的一個計畫來講 事實上 因發來講就是說 那你的組織 扁平化的組織 它應該怎麼做 第一個我們講的一個績效獎金 你的季獎金月獎金 它的比例可能需要那麼拉高一點 第二個來講 老實說 它的栽培的能力 是它的投入跟它的 一般來講 投入跟它的貢獻 跟它的成長比 我覺得這是要均衡的 可是一般來講 公司也不太養成一個均衡 為什麼 因為均衡的就是老闆 老闆自己出去創業 就是這種均衡的 我配這種人幹嘛 對不對 我要一個是專長的 當奴才 好像貢獻他的所長 把他貢獻他的精力在這裡 不是說 他一個專才 就他什麼都學就什麼掉了 老闆才是專才 所以我們剛剛講 我們可理情有可原 如果說今天老闆 把你載賠那麼好 理論上你跳槽的機率很大 你不是跳槽 你跳槽之後創業的機率很大 為什麼 你跳槽沒有創業 是因為你的資本不夠 你還沒有把握 你還沒有找到一個 你屬於你自己決定的賽道 但如果你找到時候 你跳槽創業的機率很大 它形成是一個 你競爭對手 但你有可能做跟它不一樣 但是你說白的是它養出來的 你用它的資源養做出來的 這事實上是斜槓的一個精髓所在 斜槓就是斜槓的更深的機率 斜槓是說我今天做這個做那個合理的 斜槓的機率是什麼 我用你的資源吸收你的養分 然後成就我自己 借甲修真 所以事實上我們今天就有烤機來吸收 烤機是什麼 特權 老實講如果你這間公司 如果你還是維持一個特權主在的話 那烤機這東西會是你們可以發報 但是如果你已經晉升 現在很多管理就一直想要斜屏畫 斜屏畫的過程中 事實上你的烤機要有所調整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還用烤機的部分來講 它會維持都是特權 但是我們扁屏畫就是要減少管理藉石 那你這時候又會養出很多的特權 有點類似那種存在 裡面就要消滅它 但是無形中你又給它養藥 最後它又服務起來了 所以等於說那我今天我是一個公司老闆 我要我的家族的 我要裡面我的權貴裡面 私有特權是合理的 沒錯可以 所以你的烤機是什麼 就是指在於某些人失誤 它有管理最高的特權 它有改變AI的特權 它全力連接在AI之上 它出入密碼 AI就靠定它了 我要烤機給誰就是誰 它是可以做的 所以以後的企業來講 雖然是標榜公平 可是它的特權會是集中在更少數更少數的上面 因為現在所謂的管理者都有特權 所以每個都是管理者 管理都是畜生的 才會有這種情況 可是以後當中間建築消滅的時候 中間建築結束的時候 它的人員會來自於什麼 它的最核心就來自於老闆的家人 就那些黃青國際之外 其他的都是什麼 打工仔 這時候的考驗就取決在 這時候就取決在黃青國際 其他的中間的所謂的餅班 班頭這些有沒有 會漸漸的失去 消失 所以他們也不會有存在考驗的問題 因為這些人就只屬於什麼 只屬於AI AI只屬於老闆的家族人員 就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我們今天藉由考驗 一開始就覺得考驗怎麼做 考驗怎麼做 他就是壓制一個人 不要是壓制 就是一個金箍咒 控制一隻猴子 一個人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力氣 至少在這個所謂的一個什麼 工廠流水線的部分這樣子 可是你會說那以後的那種生態 或公司的改組 以後公司會展現自能化 那也會更浮動化 更自主化有沒有 更自我成長的時候 這些人就不一定 對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各位 要改變到這樣子來講 至少至少20 20年前跑不掉 來各位我舉個例子來講 舉例喔20年喔 來假設你現在40多歲的人 10年你還在職場 為什麼 你可能還沒有到法醫院 後一腿倒也剛倒而已 所以等於說現在一個 所謂的中年大叔 中年油膩的 或中年媽媽 或中年婦女的情況這樣 只好來講他要10年 這10年夠不夠 夠不夠 夠不夠 組織調整部分消化 對啊 你也需要這10年部分去消化 所以等於是說 你要這個組織普遍性 你會說我工作跑很快 已經週休三日週四都可以 但是普遍上要全面週三日 預估還要在5、6年以後 以後落實5、6年 4、5年可能會只有提案 但落實可能5、6年 真正全面普及7、8年 大概都是10年 一個世代的時間 所以一個世代 所以現在的傳統的工廠 他要晉升到 那樣子的一個double的境界 事實上預估來想保守10年跑不掉 整個普遍性的 一個比較泛用型的10年 這10年事實上算年紀 各位來你算年紀 假設你現在是40處好了 40、10年、50處 你打到法令了 10年 這10年的變化你可想的 只會多大 那你說那我現在才三次出 我還有20年才推交 那我們只能說加油 要不然怎麼說 你這10年要度過 你這10年度過 所以可預期的接下來的10年 不到10年 預估大概7、8年 為什麼 很大一個點 因為現在AI都說 至少3到5年可以運用 為什麼 因為它伴隨了經濟上的一個考量 地緣政治的部分 很多的一個選舉的一個考量 選舉現在是 美國這一次或台灣這一次選完 4年之後 所以老實講 下一次的亂又是4年之後 美國亂就是下一次的4年之後 這4年可以好好的做很多事情 美國亂再下一次的4年 所以這時候4年是什麼 4年 那你說4年 OK 4年那假設說4年亂之後 一次再4年 連續2年 讓它穩定再穩定 很多政策就會做調整 8年讓政策很多做調整 你看在不管是台灣 或者在美國 8年那個政策已經亂 已經變很多了 所以抓兩屆8年的時間 事實上選舉剛選完 8年大概幾年 252627282930 3132差不多 那32來講 事實上什麼 台灣的中位數 我們這也有講過 台灣的民國大概到2032年的時候 有沒有 中位數大概是52歲左右 年齡層已經過一半了 我們如果說一個人活100歲 年齡層一半 就是你在路上走 在路上逛街的 都是一半 是52歲以上 50歲以上 一半 妥半 滑下去一半一半 這樣 這是通用 我們去那個什麼 現在去什麼 去那個什麼 我們去那個台中 那個什麼 盛民大廈開F1賽車 一半是52老年 你可以說老年嘛 是嗎 現在50才開始 真的是50才開始 一半是50 一半是50以下 哇你看那個落差 選舉很大 所以事實上8年 事實上8年的意思 大概是這樣來的 不能說絕對 但是事實上 伴隨著經濟 政治 地緣關係 混一混加一加 8年 事實上樂觀不樂觀 大概是這個 這只能用個圖片去大概 為什麼 因為時間來講 事實上都會正常的軌跡 可是因為每次只要到政治 很多東西他都會 不能太快 就把抑制下來 太快就要假數 一來一往事實上都會有 你會看到 每次只要選舉前頭 選舉前頭都有這樣的情況 立援的政治 混亂 經濟的部分 大概是這時候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要選上的 你一定要福利於內部國民 對不對 你一定要做成績給人家看 這時候怎樣 要趕 對不對 趕您超美 這要加速 你要加速一些政績出來 那平常你弄那麼多幹嘛 選舉還那麼久 弄那麼多幹嘛 所以這事實上是符合人性的 所以事實上你按照歷史的整個來看的話 所以是週期事實上是可以這樣講 所以等於說在台灣來講 8年之後事實上 我應該講就會變得很大 所以這8年會做 如果以台灣來講 這8年會做什麼 我們講企業 我們今天講的是什麼 企業的一種 所謂的績效 我們今天講的是績效 績效講到特權 這點主持的改組的部分來講 我們是講特權是什麼 特權就是說因為 你主持你要無人化 你因為什麼叫做特權 就是以人為本 現在的企業 你知道現在的部分 我們都是很法治的 法治個頭 對不對 你只要再往上一點 全部都是私人 它會很像作業 對 所以之後要全面的一個普及化 智能化就是什麼 它需要比較扁平化的組織 不管它是無人化什麼 它是扁平 它是很公正的部分 對不對 那無人化的部分來講 包含整個技術的跌代 也大概就是假設8年的時候 那你可想 這8年會做什麼 你的企業要從所謂的以人為志 叫KPI 到最後怎樣 整個AI幫你所謂的智能打平分 那你的企業這8年你要從怎樣 現在都是怎樣 半個東西都要一堆人來搬 到時候怎樣 整個工廠沒有什麼人 都自動化手臂在那邊晃一晃去 而且還可以自己去修復 為什麼很多工廠的設備公司 它是維修設備 那以後你想想一開機器人 一開AGI一個通用機器人 再維修一台比較普通的機器手臂 你可以想像那個畫面嗎 所以當這個東西 當它是屬於比較 被擴散在運用的時候 當它是屬於比較被擴散 運用的時候 就會怎樣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 所以事實上應該來講就是說 在整個的一種 在整個的一種 組織在改變的部分來講 為什麼今天講績效這東西 為什麼 我們要舉例來講 你今天講一個組織的部分 如果跟一般的員工不痛不癢 沒感覺 你要有痛有癢 第一個薪資 那事實上績效的東西 它是牽扯很多 為什麼 績效牽扯到人的發展 績效牽扯到這個人要不要栽培 績效牽扯到這個人的獎金給多少 績效牽扯到這個人 要不要給他加薪 績效這個人絕心得的資不容原 所以你的績效會不會越來越合理 會 所以這東西來講 當你要做無論化的時候 你的績效就越來越公平 你要留下來的人 才是真是去無存心的 不能再用那麼多容原去做的時候 績效是不是越來越重要 沒錯 所以它的評分的標準 它的一個整個的一種篩選制度 它必須越來越客觀 所以它必須要有扁平化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才會講說 為什麼從績效 我們今天為什麼從績效 這麼細的東西 講到公主才有 這事實上我相信 你應該會很少聽到這麼講 為什麼 因為會覺得太遙遠了 但事實上你連接起來 為什麼會用績效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不是又從面部講 今天是由一個人最care的東西講 你care不care你的績效 care就這樣子而已 你care不care你的錢 care啊 那從哪裡 從績效出來啊 對不對 對啊 你做的東西好 你做很多但你品質很差 那就影響到你績效 最能去量化一個人是什麼 績效 數據AI最要大是什麼 就量化 那量化一個人什麼 就從績效 績效可以量化你的數量 從數量之後 就可以用大數據去做AI 來 所以 你要把一個人 從整個員工把它打成量子 原子的一個過程 讓他打散到一個數據的意思 就是什麼 績效 所以可想而知績效 或是未來在你要一個工廠 要所謂的無人化的時候 平常員工的時候 他的績效的選擇 其實就會更嚴苛 更有更弱福 那現在的績效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人 主管 我打你 就特意喔 我打你你也就特意 就這樣 平平沒有平平 我孫了孫 不公平 沒關係啊 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簽團結束 我們簽十幾個主管 你上面一個簽 後面簽都一樣 很少會有個反轉 為什麼 沒有人會願意為了一個人去翻水 除非這個人是他小孩 媽的給我打那麼爛 對不對 我幹嘛 為什麼 平常我老神秘也要 為什麼他是我兒子啊 你care這個人 但你平常的員工跟你不相干嗎 不相干啊 所以你需要care嗎 不需要啊 這個是一個蠻大的因素 所以事實上今天來講 事實上一開始用績效 我相信觀眾一開始聽會覺得說 到右邊走在想什麼 但是你越聽你會覺得越合理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所有的東西是無人化 人是最難無人化的 對 在公司的績效你要怎麼做 那事實上就是績效 績效 當這個績效可以去用量化的時候 一個人是不是就可以大概去怎樣 就控制住他 如果你今天是AI 你如果是一個建一個大摩鞋的角色 你是不是用這樣子比較好去控制人 對嗎 我們表現像比較殘忍的講這事實 那如果說你建議企業主用績效 是不是可以清楚知道這個人是不是怎樣 是不是一個合理的人 你不用一直在review 你不要一直找另外一個主管來 去盯住下面一個人 對不對 然後去檢測下面 平常就有數據了 所以這樣是不是更能快速讓 老闆級的人去選的人 選他的一個明日之星 對嗎 事實上整個公司的提拔制度都沒有錯 可是因為有太多黑箱作業 所以讓這個所謂提拔制度是這樣 事實上是黑箱就是在這裡 那為什麼會黑箱 就不透明嘛 為什麼不透明 數據沒有辦法量化嘛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所以事實上 那你說那績效這個單位應該算誰的 算主管了 你讓主管這麼做 你要主管的命嗎 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他控制一個員工 就是這種模糊地在去控制他 你怕我 當這個東西你量化 你做得好 那你不需要我這個主管 他會聽我的嗎 不用啊 因為他會聽數據的啊 數據跟他說他是對 他就是對的啊 所以主管需要嗎 不需要 平平化是不是就出來了 是啊 來各位 如果你有從頭聽到這裡的話 老實講你已經聽到了 整個組織改組 整個變平化的一個 關鍵的數據化的邏輯在這裡 我相信在網路上應該比較少人 目前會用這樣的論點去講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因為它是一個太宏觀的東西 你用太微觀的東西去講 老實講有點怪怪的 可是如果當你仔細聽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是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東西來講說它是宏觀的 舉例如果今天是一個人的心靈塑造 今天講那麼微觀合理 今天你講是一個改造一個星球的表面 你用這麼微觀 都不太起來 但事實上本來事情就是這樣子 既微觀又客觀又宏觀 三個東西給它串起來 它實際上有關聯性的 就在這裡 我們今天講就是它的關聯性 很多的一個顧問公司 都會講很多的一個妹妹嘎嘎的東西 它講的都沒有錯 沒有錯 錯總少一點什麼 弱實度 像有決定 像很多公司都講六七個馬 那什麼優化最佳化的一個方式 合理 沒有錯 可是員工去做也會做題目 好不好 好 但總是缺在哪裡 缺在哪裡 來跟你講 為什麼前面的數據收集 它不明確 因為你每一個因子就會扛一堆數字 那這些數字 我怎麼可能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一定取最幾個 最有得到的數據來去做 而這樣你恰恰恰 沒有收集到最全面性的數據 但這些數據 如果是從你全面的數據化 變成AI模型去做 大模型預測就會有很大的數據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東西又牽涉到你的資料建構 資料壺 曲線 線形曲線這些資料 是不是 是 是 但是萬事起都來 0到1是最難的 來 我們現在講這一塊 就是你在公司要去做 無人化數位化智慧生產的一個 很關鍵的一步 來各位觀眾不知道有沒有記得 我們這裡一直講 公司榮圓榮圓 為什麼一直在提到這個問題 因為你唯有把榮圓這部分給定義出來 你差有辦法去定義一個員工的好破壞 你有辦法去定義一個員工的好破壞 你差有辦法去量化他一個人的績效 好破壞 你有辦法去量化他好破壞之後 你差有辦法去做一個員工 他的貢獻值 不過他本身呈現出來的數值的怎樣 數據庫的建構 你有辦法去建構他的數據庫的建構之後 你才有辦法用這個數據庫去建構一個 完整的無人化數位化工廠的一個 很關鍵的一個模型點 大概是這樣 所以事實上今天的節目 事實上有點隆藏 但是如果觀眾朋友 你從頭聽到這裡的話 老實講 今天講的是一個很膨大的一個攔阻的東西 對 事實上他這個部分也算是組織改造的意思 可是事實上 各位有時候會覺得說 為什麼有時候將組織改造 會從這個面講 會從那個面講 為什麼 因為你從不同的面向好比舉例 你看一棵樹 你從這個方位看 跟5度10度不同的角度看 是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不是一樣東西 但是你有辦法一次性 全面去把360度全部講完嗎 畫完嗎 很難 你只能一面一面畫 然後呈現出完 舉例 就像你要畫機械的一個圖檔一樣 一個大方道的零件 你有辦法一次一個字不就畫出完嗎 沒有嘛 你是上視圖 下視圖 左視圖 對不對 還有什麼剖視圖一 剖視圖二 為什麼 東西不就一個嗎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辦法用那麼多 我沒有辦法在一個視圖呈現那麼多 所以我只能用更多的角度 更多的視角去呈現這件事情 就這樣子 但很難 所以你會覺得很複雜 是沒有錯 但東西它是沒有變嗎 沒有變 只是你觀看的角度 它就不一樣的視角 不同的視角意思在這裡 所以事實上有時候來講 就是說 為什麼很多的數據的整理 數據是很麻煩 為什麼 你說要一個公司去寫一個程式來講 不難 但是你要他說 那你建一個邏輯幫我寫一個程式 他說你邏輯要給我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會用那個部分 所以事實上邏輯 程式專業 但是邏輯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有邏輯架構出來 才有辦法去編修一個什麼 你要做的 這一般就講的規劃 主管的作用是 但台灣很多的一個企業是怎樣 來主管叫員工去規劃這個東西 然後把員工的心腦全部拿去用 是不是 是沒有錯 主管呢 就在那邊 那台灣的主管是認真 但是少數是這樣 但是大部分的公司怎樣 用的人就會一半一半 所以就會衍生到 假設好了 我們今天舉例好了 今天你說一間一百間公司 有七十間 八十間認真 有十間是擺爛的 OK好舉例 但是我們今天是一百間的 全台灣幾間 一百間有二十間 一萬間就是兩百間 兩百間多不多 今天一個工業園區 這裡有兩百間公司 我們剛剛把這兩百間 全部調到這裡 你可以想 這間公司全部都是沒有發展的 你可以想想它多龐大 就是說它分散在各個區塊 你會覺得沒什麼 可是事實上會起來 它一定就是有什麼 而這個總量來講 事實上它就是會延續到什麼 對整個一種所謂的 產業升級很大 事實上的因素在這裡 而事實上很多的裂幣區數量 不是在這裡 因為人的好的 積極的不會傳播 但人的劣質性會傳播 這本來是一個符合人性的東西 對沒錯 所以事實上應該要表達一個點 比如說 今天我們講的是一個績效的部分 它有點類似說 從一個你畫圖中的定位 去定位的點 去購那個圖 今天我們只是從績效的東西去購圖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在購這個圖來講 你會發現 你要從一個人 才是一個事情的論本 人家說把人搞定的時候就搞定 對他意思就在這裡 你畫一個圖 你如果構圖 你沒有一開始的定位 你沒有辦法一個定位法 不管從B孔眼睛 你要畫一個人像 你沒有辦法一個定位 你沒有辦法畫一個人的構圖 辦法構出這個人的圖 你在這張圖上 構出一個合理的圖 配置合理 然後講這是一個定位 這是一個經驗 這是一個法子 這裡就是在這個意思 主要表達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事實上應該來講就是說 這個東西來講 事實上你如果把他講大 他其實就是一個組織在照 你如果把他小 他就是什麼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 可以理解 原來經銷的東西 他事實上是可以影響很多的 公司在做這些計銷的制度 都是有點流於形式 不要說流於形式 因為每個人好比都舉例 你今天有一些單位HR 有的是人事 有的是HR 不管看他是哪一個 HR或幕僚 他就是要做這個工作 這件工作來講 這個就是他的工作 他弄這些制度 他把這些規章弄一弄 他把人員的資料做更新 這就是他的工作 他如果不要這些工作 他就沒有工作 他就沒有工作 所以他一定會抱著說 可以做做做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老闆 你剩下一個老闆的思路來講 你應該要去思考到這個點 我如果建議 我建議如果說今天你這是老闆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多聽兩次 因為今天這一集 我們事實上老實講 我們畢竟這種節目 我們事實上是口語調書 所以很多話 他事實上是用一種形容詞 我們有時候會比較用 像之前節目講 我們會用一種比較浮誇的方式 去呈現實 讓加強你再很多東西的他的張力 讓你更有畫面感 如果是說今天 如果說把這個去做成像動畫的呈現 我相信會更明顯 可是這樣的話 部分可能他的成本會太貴 因為我們本來這個三億 就是說他是一個緣分的部分 所以我說今天如果說假如你今天 我說假如你如果是一個中小系的老闆 假如你今天是一個二代 你今天有這樣的部分 你聽到這個東西 今天這個東西 你不要說聽完之後 你就照口 我就會有問題 但你聽完之後可能會有一點感覺 然後跟你的什麼 跟你的核心的人士 跟你所信任的人 跟你所一些長輩 或跟你的一些前輩 或跟你的一些所謂的一些 你的一些老董 或跟你的一些長輩 或跟你一些所謂的國師級的人物去討論 我相信你用這樣的部分去呈現 應該會跟你的所謂的木鳥團隊 會跟你的核心團隊 應該會插出一些火花 應該會 好 今天先回到這邊 Bye Bye